一群科研人员在南极上开着派对 因为他们即将面对六个月的集业 为了应对物资短缺 派对结束后只能留下十人 其余人都要回到社会中休假 这十人各司其职 继续维护基地的日常运行 团队中有三个新成员 他们脱光衣服 奔跑再在基地中 最后的终点则是零下100度的外面 这是传承下来的迎新仪式 很快集业退去 约翰带着团队如约而至 然而门前的积雪早已无人清扫 显然里面的人出事了 他赶忙叫人过来帮忙 接着几人将鸡血清理干净 两人合力才将门给撞开 此时基地内已停止了宫暖宫殿 屋内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并且还发现了血迹 顺着走廊深入查看时 一旁的同事还发现墙上的弹口 来到指挥官的屋内 人早已成了一具兵尸 我梗处有明显的刺伤 这十手台内有人要约翰来烫车棚 接着他们看到一辆雪地车被烧 另一辆也消失不见 旁边还有一具被掩盖住的尸体 尸体早已被烧得面不全非 医生依据体型和骨骼判断是名女性 这对于约翰是最不好的消息 因为他的妻子也在十个人的其中 他要所有人搜索基地内的信息 找到其余的八人 约翰带着一对来到厨房 这时身后的橱柜中传来声响 拉开门后是个惊恐万分的女孩 她是基地的医生 显然她还未从惊恐中恢复 约翰小心翼翼地安抚她的情绪 生怕让梅姬再受到刺激 终于她恢复了点理智 随后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基地内也搜索完成 这里摆放着七具尸体 还有两人仍下落不明 约翰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临界警察 但对方表示要48小时后才能到达 而这期间他们要保持犯罪现场 挂断电话 他来探望醒来的梅姬 他想让梅姬回忆发生了什么 还有自己的妻子是否还健在 紧接着梅姬试着回忆耐晚 一切都要从两个男人互偶开始 起初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众人将他们拉开后 胖子去了医务室 当梅姬询问经过时 得知胖子患上了基地症候群的症状 他对时间没有了观念 通讯员总是提醒他时间 这让他心烦意乱 这时胖子看着梅姬入迷 他的面容让胖子想起梦 与此同时通讯员向阿根廷基地询问求赛 可呼叫几次后却无人回应 这时平路上显示与卫星失去了信号 为了导清状况 他必须要去信号站检查 而这一幕恰巧被胖子看到 紧接着到了吃饭时间 指挥官询问是否有人见到了通讯员 可谁都没有见过他 为了确定他的安全 指挥官组织出门寻找 一人负责基地的一面 当女人来到信号站附近时 他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赶忙通知附近的人过来 很快几人闻讯赶来 顺着血迹往前查看 当手电照射前方时 一个人跪在了雪地中 指挥官呼喊着通讯员 却得不到回复 当凑近后只是轻轻碰了他的肩膀 知道基地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赶到通讯室 所有的通讯都已失灵 而且还有人故意剪断了通讯线 他们彻底与世隔绝了 看到这里 我给兄弟们推荐了好玩的 如果你很宅 又想找一个离行身材的女友 赶紧用牵手吧 上面很多女生奔着结婚去的 没钱一起赚钱 没房一起租房 月薪五千也能跟他谈恋爱 而且注册就要人脸识别 完全不用担心海格斯科技 赶紧点开评论区试试吧 这是南极的极寒之夜 方圆数十公里只有这十个人存在 然而十人中有一人离奇遇难 发现他是跪在了雪地上 轻轻触碰头就跟着掉了下来 可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 更坏的是基地内失去了信号 此时救援队不会冒着暴风雪前来 而是要等到六个月后的击中 与此同时医生初步验尸得出结论 尸体没有发现出血痕迹 可以断定死后被人割断了头颅 其致命伤为后脑盾气造成 这种伤口只要稍微有些力气就能办到 每个人都成了嫌疑人 很快指挥官将众人召集到餐厅 将医生发现的线索告诉了他们 可实际上他们什么线索也没有得到 这时一旁的胖子开始猜忌其他人 他怀疑运动妹也有可能是厨师 可他忘记几小时前他还和通讯员发生了争执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嫌疑最大 眼看着又要动起手来 指挥官出面平息了二人怒骨 他不相信团队中存在凶手 宁愿相信有外人入侵 他要每个人离开基地 寻找入侵者的踪迹 紧接着九个人分散开寻找 梅姬独自走到了信号站时 他发现鬼鬼祟祟的胖子 他将手电熄灭 随后上前查看 此时胖子蹲在地上正掩埋着东西 等胖子走后 梅姬试着挖开掩埋的地方 然而里面的东西让他目瞪口袋 很快搜索对其他人感到 胖子掩埋的正是杀人的凶器 同时九个人里 只有胖子没有过来 他们迅速赶回基地内 可发现门已经被反锁了起来 这时胖子醉醺醺地从里面走了过来 他表示自己没有杀人 他需要冷静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小队的其余成员此事更冷 胖子猛灌了一口烈酒 接着醉醺醺地倒了下去 如果等他醒来 小队可能会变成冰棍 指挥官立刻指挥其他人寻找出口 紧接着小队中最年轻的三人 来到发电机的废弃排出口 运动妹为了能让身体通过洞口 将身上厚重的羽绒托了下来 完全暴露在零下40度的饥寒中 随后颤抖地进入了通风口 他平住呼吸 尽量让肌肉往回缩紧 成功地掉了下去 上面的人立刻将衣物扔给他 为了确保运动妹不被发现 两人还要分散胖子的注意力 他们也确实成功了 对于一个酒鬼而言 劝他借酒等于要了他的命 此时运动妹运用锁喉制止了胖子 接着大脑缺氧让他陷入了昏迷 所有人成功回到基地 胖子也被绑了起来 几乎可以确定胖子就是凶手 可胖子还要解释 他声称有人将自己的锯条 放在了自己的衣柜里 锯条上满是鲜血 他知道自己嫌疑最大 所以才将凶器藏了起来 可他的陈述根本无人相信 最终他被锁在了洗衣房内 等待急咒到来将他绳制衣法 看似一切恢复了平静 所有人都不用再担心凶手是谁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天阿秋准备探望胖子 可眼前的胖子被人割吼 这种致命伤基本没有救偶 他本想止住血量 可只有几秒胖子就领了盒饭 梅基第一个赶到了洗衣房 但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此时梅基的回忆陷入了停滞 眼前的约翰提出了疑问 为何不怀疑阿秋 但梅基表示他了解阿秋 此话一出 谈话也陷入了僵局 随后约翰来到通讯室 有人发现一条短程无线电 发送来的求救信息 讯号可以断定来源在基地内 同时拿出兜布乐侧像影 只要跟着屏幕上的指针 就能寻找到讯号源 他们顺着一切来到一处被遮挡了门 这里是发电机的废弃排出口 信号也显示越来越强 然而他们被带到了死胡同中 约翰四处寻找 终于在管道上发现了讯号源 是谁将他放在这里的呢 正和同事交谈时 身旁突然出现一人 他挥舞着棍子袭来 约翰闪身将他控制住 仔细查看才发现是十人中的其中一人亚瑟 紧接着他被带回房间 亚瑟表示不清楚约翰妻子的下落 只记得最后见到他时时火的 而自己选择躲在下面是躲避另一个他 她 she Maggie ah she's alive isn't she being a good little girl playing the victim you can't trust her you want she did it she killed them all 这是绞尽脑汁都无法解释的事件 南极科考基地留守的十人中 七人离七死亡 一人失踪 仅幸存下来的两人 其中的一人指认了女人就是凶手 然而深入调查后 他发现女人根本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唯一可疑的是他的简历太完美了 为此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么优秀的人为何选择来到南极呢 他表示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母亲梦想环游世界 第一站就是南极 那么既然打消了步履 约翰继续让他试着回忆 回到那晚 胖子被所有人认定为凶手 可被关在洗衣房时却遭人暗杀 梅姬在验尸时 意外发现他的胸口被刻上的V字图案 这是复仇吗 此时凶手仍然没有抓到 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 基地内接连两个命案 让所有人岌岌可危 现在唯一的出路 那便是300公里外的阿根廷基地 但看似公平的方式 殊不知指挥官会变魔术 他让自己的情人抽到了上上签 紧接着他们将燃料加满 剩余的燃料放置后备箱 同时大量的防寒异物扔在了驾驶室中 一切措施准备就绪 他按下起动结 随后对着众人发出微笑 可谁也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微笑 指挥官彻底地崩溃 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把心 断送了情人的生命 他被800度的高温轰单 几乎没有任何痛感 所有人绝望中 指挥官拿枪指向了他们 可这里根本不让带枪 他很害怕 根本分不清平民和狼 与其这样 他将所有人认定为狼 自己就是那个猎人 艾尼卡本想要劝说成功使 旁边的厨师上前争夺枪的控制权 争夺中不慎走火 子弹打中了梅姬 同时穿过身体击毙了运动妹 而指挥官带着枪跑路了 只留下手忙脚乱了他们 到此梅姬停止了回忆 这段不堪的经历仿佛重现眼前 他再一次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搜救队在室外寻找了线索 这时有人发现血下面有阻碍物 同时将探测仪扫描此地 成功反馈了信息 紧接着约翰跑过来 他们挖到了一只手 小队将遗体带回基地 医生立刻进行验尸 他发现尸体是名女性 右脚曾打过骨钉 可约翰的妻子并没有打过骨钉 同时基地内只有三个女人 那么多出来的一具尸体到底是谁呢 女人正给自己做着手术 但她太高估自己的医术了 透过镜子始终无法对准伤口 为了能活命 她还是将手术交给旁边的小白 自己全程指导 还好手术顺利完成 可他们还面临更艰难的抉择 基地的指挥官疯了 还有潜伏在其中的凶手 唯一的一辆雪地车 不知谁破坏了油管 引擎泡在燃料 只要发动就会轰的一声 他们无法去往阿根廷基地求救 那么只剩下最近的旧址 5号研究基地 那里还有无线电能用 虽然基地被掩埋在厚重的冰层下 但多亏了全球变满 使得旧址重见天日 紧接着他们乘坐雪地车前去 基地内只留下受伤的梅姬 还有照顾她的阿秋 当得知剩余人都前往了旧址后 梅姬也要一同前去 她可不想躺在这里等死 阿秋将地图展开 可最新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旧址的存在 这是一旁的梅姬拿出一本书 上面记录着5号基地的一切 很快他们发现了旧址的坐标 可将这页撕下来后 后面的成员竟让两人感到意外 他们全都是陷在基地内的成员 还有一位叫沙拉的人 她是5号基地唯一罹难的人 也是拯救所有人的英雄 同时阿秋发现V字图案的意义 她将胖子裹尸袋拉开 胸前V字图案 代表着旧址 看来他们不是去找无线电的 一切都说通了 幕后黑手希望他们去往5号基地 为了解开真相 两人立刻前去与他们会合 正因为梅姬的决定 让存活下来的亚瑟对她有了警惕之心 是什么让一个女人忍受零下60度低温 还有枪伤追赶他们呢 很快几人挖开了通道 通过楼梯进入到内部 这里一稀有着大火当天的迹象 厨师做好了蛋糕 每个人都融入在愉快之中 可谁能料到会呈现在这般娘 这时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 它就是罹难的沙拉 几人缅怀着英勇牺牲的沙拉使 有人提议继续前进 然而梅姬却看着尸体陷入沉思 这时亚瑟呼喊她赶快跟上 为了尽快找到无线电 他们决定分头行动 但这么做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谁也不知道凶手是否潜伏在其中 最终几人还是决定一同寻找 然而梅姬却倒了下去 她拉开自己的羽绒服 原来是枪伤的缝线断卡了 为了照顾梅姬 几人让阿秋留了下来 可梅姬对着阿秋使了个眼色 她不放心这些人 她故意弄开缝线 并且朝着相反方向走去 她来到沙拉一体面前 检查着她的伤情 这根本不像那几人口中所描述的 沙拉是被人谋杀的 紧接着她来到沙拉的房间 桌面上摆放着一张合照 这时身后传来声响 有人在屋子内翻着书柜 躲在暗处的梅姬 回忆刚才偷听的对方 他们在找一个行李箱 这时对方的手电没电了 她将信号弹打开 随后往梅姬的方向走来 她发现了地上的脚印 她四处张望寻找着梅姬 此时梅姬早已偷偷从她身后离开 她手中拿着他们要找的行李箱 等人走后 她将上面的鸡血扫除 随后打开了箱子 里面是一件沾满鲜血的衣服 女人正拿着一件沾满鲜血的鸽子衫 如果她的推理没错 那么血衣的主人 就是这里的连环杀人凶手 这时门外有人快速接近这里 紧接着停在了门前 随后悄悄地拧动了门把手 还好女人及时上前将门反锁 这才没让外面的人进来 当外面的人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两人只能找来一切 可以顶住门的东西 这才阻止外面的撞击 为了抵挡外面的人 梅姬拿起一柄分注册竞争馆中 这个分量足以让大象睡着 很快基地内的电力系统被人关闭 同时暖风也停止了工作 两人只能互相依靠 并且靠着烧纱布取暖 但气温仍然在下降中 当下降到零下21度时 唯一取暖的火也熄灭了 如果再坐以待毙 可能两人会冻死在这里 阿秋率先来到宫殿室 这时身后冒出一个人影 他刚将电力恢复 身后的人抡着铁岛向他袭来 但却被成功堵掉 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 纠缠中袭击者占据了上风 这时梅姬赶到后拿出了针头 然而他的针法却不怎么样 明明二打一却变成了一对一 他只能先跑 躲避身后的袭击者 他跑到厨房 看到发疯还不忘吃饭的指挥官 梅姬向他求助时 他却只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没有办法他只能跑到汉征房 顺手拿走桌上的绳子 可以旁的哑铃 随后将温度调到最高 这样玻璃上的雾气会帮他抵挡视线 可查看外面时袭击者道 他来到汉征房的门前 眼前这点雾气并不影响他的视线 此时梅姬身旁最衬手的武器就剩下了哑铃 袭击者将帽子脱下 竟然是厨师 此时梅姬看准时机拽起了绳子 趁着厨师没站稳扔出了哑铃 然而逃出去时厨师还是抓住了他 眼看着自己即将被勒死 他用尽全力击打男人的下地 紧接着捡起地上的哑铃砸了下去 随后爬上去一次次的砸 确定厨师不能对他造成威胁后 梅姬赶忙赶到供电室 他将昏迷的阿秋叫醒 这次终于安全了 但两人赶回医务室时 沙拉的尸体竟然不见了 此时除了二人 还剩下其余三人 难道厨师还有同伙 为了搞清状况两人来到厨师的房间 梅姬找到了他的手机 可需要密码 看着这些书都是新书 唯独这本帕斯卡作者的书非常的久 如果他喜欢这个作者 可以利用帕斯卡三角形几何排列 图形中的每个数字 都是上方数字的盒 依照公示就能得到一串数字 只需要试几次 就会打开手机 他们做到了 手机中有许多影片和图片 然而打开后让人作呜 他竟然有如此癖好 但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一张合照 合照中亚瑟穿着那件格子衫 这时楼上发出声响 两人赶到时 亚瑟趴在墙角 指挥官拿枪指着他 梅姬本想劝说指挥官是 他却告诉两人另一件事 刚刚他撞见亚瑟 正搬运着沙拉的尸体 嘴里还一直说着 对不起当年对他做的事 他被骗了八年 几人正交谈时 亚瑟捡起地上的碎片 趁着指挥官背对着他时 碎片刺进了他的脖狗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老实巴交的科学家会反击 指挥官没能挺过这一击 同时亚瑟捡起了他的枪 阿秋看准时机将推车推了过去 亚瑟开枪却击中了灭火器上 房间瞬间充斥着大量干粉 两人也趁乱逃离了这 紧接着梅基选择跑到爱妮卡的房间 可爱妮卡此时整个人都变了 他自从看到了沙拉的尸体后 神经变得极不稳定 男人站在天台拨打电话 他要以死接发埋藏多年的秘密 紧接着纵身一跃消失在屋顶 他想说的秘密就是他 曾经的南极五号基地科研人员之一 但很不幸为了救下所有人 大伙带走了他 而这个秘密要回到八年前那晚 他们正庆祝研究得到了扑 与此同时亚瑟正和助手同在一间房内 这项研究实际是助手沙拉发现的 起初他拒绝了亚瑟投来的情愫 这让亚瑟感到一丝羞辱 从来还没人敢拒绝他 然而害怕的沙拉刚想离开时 他又上前为自己刚刚的行为盗窃 这一幕正巧被爱妮卡发现 本来他想进来打断 可看到二人你农我农时就放弃了 然而这只是假象吧 就在两人即将接吻时 亚瑟将他放倒 沙拉的后脑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 此时爱妮卡赶忙开门进来查看 而亚瑟刚从恍惚中惊醒 并语无伦次地说着自己不能被抓 爱妮卡在确定了沙拉死亡后 无助地躲在了墙角 两人都知道沙拉死了 他们能获得最大的研究成功 冷静下来后 爱妮卡让他将毛衣藏起来 他自己要说服其他人 紧接着所有人赶到了这里 每个人都特别低沉 悲伤充斥着整间房 有人猜这根本不是意外 很快有人将亚瑟给揍了 指挥官不相信这是意外 如果不是有人拉住 后果不敢想象 这期间爱妮卡不断劝说 因为沙拉的研究或许会拯救数百万人 他们要将研究继续下去 终于指挥官被劝动了 信号弹引燃了地上的汽油 他们放火制造了一场假象 所有人的心情五味杂陈 也因火焰让冰层融化 暴露出基地下方的裂放 冰雪吞噬了他们的罪恶 同时沙拉被评为英雄 他们编造谎言 沙拉及时发现了大火 拯救了基地所有人 然而八年后成员又从新聚在一起 但这次有人遭到匪夷所赐的暗杀 唯一的嫌疑人也被人杀害 猜忌中有人为了秘密动起歪念 有人也因那八年前的事故再次杀人 爱妮卡将所有事都告诉了梅基 希望这样可以洗脱自己的罪恶感 紧接着在梅基的注视下 爱妮卡开着唯一的雪地车 前往了阿根廷基地求救 这时亚瑟来到梅基身后 他手持那把手枪 询问爱妮卡去往哪里 阿秋赶了过来 趁着亚瑟不注意偷袭了他 但阿秋始终不占上风 两人摔倒时 亚瑟捡起地上的螺丝刀刺进了阿秋复骨 为了掩盖当年的秘密 他要用别人的生命继续着掩盖 处理完阿秋 他捡起手枪寻找着梅基 不知不觉被梅基带到了废弃通风管道中 这时门外响起音乐 他顺着声音在隧道中查找 然而这只是一个收音机 这时身后的梅基将门关上 他被锁在了外面 梅基将门锁得严严实实 确保亚瑟会冻死在外面才离开这里 约翰听着梅基的回忆 这时有人敲响了房门 他们发现了艾尼卡的尸体 艾尼卡被冻死在南极 他并不是要揭发亚瑟 到此他都在为亚瑟保守秘密 最终一切都真相大白 48小时后警察也赶到了这里 亚瑟最终没能保守住自己的秘密 他即将接受本该审判的审判 他恨死了梅基 直到现在他都认为梅基是罪魁祸首 这篇梅基和自己的妹妹视频 据传沙拉有两个孩子 他就是其中之一 他有说过来这都是为了母亲 曾经胖子看着他想起某人 亚瑟自始至终都不信他 他的简历是妹妹伪造的 因为跳楼的男人将一切告诉了他们 这一切就是他们的复仇 他将通讯员打晕 在雪地车上动手脚 杀掉厨师 干掉胖子 将艾尼卡最后的雪地车弄坏 但可怜了阿秋 他成了这场复仇的无辜者 由HBO制作的高分悬疑惊悚美剧 《极地暗杀》二十隔两年后悄然来袭 第二季讲述全新的游轮故事 没看过前季的观众也能正常观影 本季保留了上作的孤岛模式的凶杀推理 封闭的空间和人性的博弈 将带领大家再次踏上惊险万分的生死之旅 寻找那位藏在人群中的狼人 故事从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科考游轮开始 女孩在船上焦急地四处寻找自己父亲 原来为了应对全球变冷问题 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们不断寻找着解决的方法 生物学家老亚瑟就是其中的领头者 他之前在南极洲发现的细菌 用光合作用成功将科考对的藻类繁殖了 并且效率远超人类任何已知的植物 众所周知光合作用就是消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转化成葡萄糖和氧气 如果这种藻类能在全球海洋大量繁殖 将有希望阻止全球气候的变化 老亚瑟大喜过望 数十年的艰苦科学研究终于获得了成果 于是在船上举行了一场庆功宴 邀请船员们也一起把酒扬欢 科瓦尔非常激动自己成为创造历史的一员 没喝几杯就独自来到实验室继续新型藻类的研究 第二天餐厅中大家发现科瓦尔没来吃早餐 小美和艾里克用万能房卡打开门后 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隔壁亚瑟听到后赶来 发现地上躺着科瓦尔被切掉头颅的身体 这场景不由让亚瑟回想起一个熟人 时间回到九州前 爱尔兰监狱中亚瑟被带往法庭 此时距离北极星六号大屠杀事件过去一年多之久 对亚瑟的审判也到了最后阶段 他被指控谋杀了团队内的八名成员 而关键证人则是上级的狼人马吉 他当庭叙述了亚瑟杀死众人的过程并指认了亚瑟 可送亚瑟回监狱的囚车却遭到一伙有组织的武装分子袭击 他们将亚瑟救走并用飞机送他来到这搜游轮上 科瓦尔的无头尸体让科考队员和船员们纷纷陷入了悲伤和恐慌之中 艾里克也从尸体的手指甲中看到一些皮肤碎形 认为可能是凶手身上留下的 船员查理被大副悄悄叫到了机舱内 询问他是否知情昨晚的事情 原来大副昨晚被研究员艾米美色诱惑 违规将卫星电话给对方联系家人 可艾米却悄悄联系了某个神秘组织并汇报了试验成功的消息 查理说自己昨晚寻找宠物老鼠时在甲板上遇到了米兰达 他跟踪对方来到了船舱 却发现小美偷偷进入艾里克的房间 查理在他们房门前偷听了片刻后才离去 另一边甲板上研究员们也在争论 有的人认为亚瑟是在逃通鸡犯 早知道是他主持研究自己就不会来 有的则认为亚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并且他也没理由杀死自己的助手科娃儿 老亚瑟正在船长室内 船长认为即使违反保密协议也要通知智利警方 可亚瑟却一直说着他肯定在船上 无头尸体就是最好的线索 之前北极星六号大屠杀也是同样的开场 亚瑟认为凶手一定是马吉 哪怕不是他本人 船上也一定有人在为他工作 他情绪激动要求立即返回陆地 并将所有的船员和科考员全部换掉 可船长告诉他此时游轮离最近的陆地有1600英里 没意外的情况下也要四天时间才能到达港口 那我们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了 亚瑟觉得如果是马吉干的话 这只是个开始 将科娃尔的尸体放入餐厅的冷藏室后 船长召集所有人来到餐厅开会 告知大家游轮将返航回到陆地 凶杀案交由智利警方来侦破 研究员扎克看到查理抱着老鼠觉得恶心 立即引起了大副和其他船员的敌意 负责安保的埃里克询问大家如果有知道相关信息就说出来 日本厨师阿远说自己的一把屠夫刀今天不见了 船员小黑则说他昨晚凌晨四点换班时 曾看到扎克在厨房里 扎克说自己只是来拿果汁 水手掌马库斯出言质疑 却被扎克揭露他和死者科尔瓦两人的特殊关系 说他可能因为两人感情纠纷杀了科娃尔 马库斯听不下去直接上去一拳打在扎克脸上 两人就在众人面前撕打起来 在回到陆地前马库斯被要求在自己房间禁足 埃里克发现他脖子上有一道抓痕后 回到船长室查看船员的资料记录 马库斯是位虔诚的教徒并且有着家庭 按理来说不会做出砍头这种凶残的事情 亚瑟悄悄找到负责网络通讯的日本人小悠 告诉他马基不仅在北极星事件陷害自己 科娃尔的死也与其有关 让小悠私下用卫星帮自己调查马基的行踪 亚瑟来到女儿房间敲门对方不在 却遇到了研究员艾米 她原本也是当时入选北极星计划的医员 自己没选上后还记恨过一段时间亚瑟 但得知大屠杀后又庆幸自己没去 可现在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只有一个念头想要回家 可就在亚瑟安慰好她离去时 艾米却对着她的背影叹了一口气 神色复杂地擦干眼泪离去 亚瑟在甲板上找到了孤身一人的女儿 可转过头来发现对方却是马基 这是女儿的呼唤声传来将她唤醒 眼前的马基消失不见似乎只是自己的幻觉 艾里克找到亚瑟告诉了 她马库斯脖子被抓伤和死去的 科瓦斯指甲中的皮肤碎鞋 认为他们之间有过搏斗 等上岸后警方可以分析DNA加以确认 小美想起船上就有检验DNA一起 根本不需要等到几天后 扎克只要24小时就能搞定 她不明白马库斯为什么会被砍头 安全起舰可以从船上每个人身上都提取样本来找到凶手 就这样先是包括亚瑟在内的所有的科考队员们 再是船长带领着所有船员接受了DNA样本的提取 小悠找到亚瑟说马基果然在她越狱后就消失不见了 但是有个名叫兵女的用户在亚瑟被捕当天和越狱后异常活跃 并留言说亚瑟逃不过她的手掌心 会让她为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 亚瑟认为她可能就是马基 让小悠给对方留言 你有机会的时候就该杀了我 我也一样 只要对方有回复 小悠就可以用黑客技术追踪到对方的所在位置 被关在房内的马库斯正跪着向着墙上的十字架忏悔 这时她听到了下层克洛伊房间内播放的视频声 画面中正是死去的科瓦尔 马库斯突然探向十字架说都是自己的错 这时船上其他人都已经提取完样子 小美和艾里克最后来找她时 却发现马库斯已经用床单缠住自己脖子自杀了 艾里克拿着马库斯的遗书找到亚瑟 认为对方可能是畏罪自杀 而亚瑟担心的马基根本不存在 让她不用再疑神疑鬼了 不过实验室内扎克和小美继续等待着DNA检验结果 扎克很羡慕小美能与父亲亚瑟一起工作 她很小时候父亲就抛弃了她离去 而亚瑟能做到全球领先的生物学家 并领导了这次重大的发现 家人方面有所牺牲也是在所难免 随着时间来到了凌晨 船上的众人各自都难以入睡 船长看着马库斯的照片陷入沉思 艾米则将自己房门用钥匙反锁了起来 似乎在惧怕着什么 厨房内阿远拍着大蒜准备着第二天的食材 可眼神中却透露出耐人寻味的光芒 艾里克则独自一人坐在楼梯上似乎在犹豫不决 查理准备离开大夫的房间去干些什么 大夫让他小心点 似乎两人之间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悠则收到了冰女的信息 可对方察觉了她的追踪 利用虚拟地址掩盖了自己的位置 小悠装成亚瑟的口吻询问对方 可冰女却说带她向死去的科瓦尔问好 而另一边实验室内样本比对信息已经完成 扎克惊讶地发现马库斯的DNA与凶手的并不匹配 小美此时却在房间外昏睡了过去 她叫了几声都没喊醒她 这是一个手里拿着班手的人 用死去科瓦尔的工作卡进入了实验室 她先是观察了一下昏睡的小美 接着悄悄走入了扎克的房间 这时扎克已经发现了与凶手DNA相匹配的人 她不可置信自己看到的名字 正准备转头喊小美时被人用班手砸翻在等 并将她的尸体拖到甲板上扔进大海中 这座像海上孤岛的游轮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隐藏的秘密 有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选择保持剑末 有的人则是成为了杀人帮凶 故事紧接上级 两个月前艾里克找到小美 交给她一份令人难以拒绝的高薪工作 可到上船后才知道自己加入的是父亲亚瑟的科研团队 当小美从沉睡中醒来时间已经快天亮了 她走进实验室发现空无一人 扎克的座位下留着一滩血迹和一把班手 她还来不及反应就听到有人开实验室门的声音 急忙拿起地上班手躲在桌下 来人静止走到桌前 就在小美准备拼死反抗时 发现对方正是男友艾里克 抱着她哭出声来 甲板上女副船长也发现了带血的眼镜 几人发现正在拖地的查理连忙让她停下 血迹直接延伸到了围栏之外 扎克估计已经凶多吉少 船长决定不顾艾里克的命令 将船掉头尝试寻找扎克 女船长也调查到 昨晚有人用死去科瓦尔的卡片进入了实验室 对方可能就是杀死科瓦尔的凶手 这无疑证明之前自杀的马库斯并不是凶手 众人修复破坏了的DNA设备时 小美回忆起昨晚喝了点咖啡就犯昆睡着了 艾里克怀疑她是被人下药了 拿起实验室内的咖啡壶让人去化验 亚瑟见到仅仅才过了一天 接连不断又有人死去 一切仿佛是北极星号上的历史重演 她决定不让惨剧再次发生 立即结束这次任务 让女儿去打包所有研究资料 并将其他研究员全部炒犹豫 克洛伊却说这里被指控过谋杀的只有亚瑟 最有杀人嫌疑的法是她自己 亚瑟直接将其赶出了队伍 艾米也不甘心自己参与的研究成果被夺走 气愤地转身离去 可她在甲板上被小黑和大副查理围伤 认为他们这群人污蔑了马库斯 导致她生死 想要把他们所有研究员也给关起来 幸好副船长感到制止了他们 另一边小悠告诉了亚瑟 她收到了兵女的信息 那些话语更是让亚瑟坚定 对方就是马吉 小悠查遍了船上 所有人与的马吉相关的资料 结果却查到只有亚瑟一人与之有关 直到此时亚瑟才得知 马吉竟然是沙拉的女儿 当年自己意外害死了对方母亲 而北极星整个事件都是马吉的复仇 得知真相后亚瑟让小悠给对方留言 说她让自己想起了她母亲沙拉 实验室内咖啡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里面果然放入了麻醉剂 小悠将艾里克叫到房间 亚瑟告知了他马吉的身份 如果他不是凶手或者在船上有内线 怎么会知道科瓦尔的死讯 让艾里克尽快找出帮凶 亚瑟不知道的是此时女儿小美 在船上冷藏室做研究记录时 突然被人关在里面 她大声呼救却没有人能听见 因为船上的其他人全在甲板上 有船员发现了海面上漂浮的人 正在放下救生船准备救回对方 无奈小美只能想办法自救 她打碎玻璃瓶后用碎片 转动制冷机的螺丝 强忍着寒冷将制冷机的电线 抽出使其短路 但零下20度的温度下 她依然坚持不了多久就昏迷了不觉 而船员也找到了漂浮着的扎克 不过她早已死去 艾米离开甲板后来到实验室 发现卡片无法打开大门 连忙通知了艾里克 她用备用电源打开大门进入实验室 众人发现冷冻室被人用棍子顶住无法打开 艾里克从中救出了已经冻僵的小美 可此时她已经失去了呼吸 艾里克不断做着心肺复苏 亚瑟也不断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终于奇迹般地将小美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 亚瑟眼前再次出现了马吉的幻想 提醒她小美的遭遇和当年 她把亚瑟锁在冰里 差点将她冻死一模一样 亚瑟就不该带女儿来这里 快陷入崩溃的亚瑟找到艾里克 强迫她交给自己一把手枪作为防身武器 艾里克想起了兵女的留言 疑惑对方为什么只提到科瓦尔 两人来到科瓦尔的房间寻找被遗漏的线索 她从垃圾桶内找到几张私下的笔记本纸张 记录的正是他们的藻类研究 而这也让艾里克想起凶手如果要杀小美 在杀扎克的时候就能轻易杀死昏迷中的她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用冷藏室去杀她 才将所有研究资料给了女儿 凶手才有机会得到她 就在两人猜测谁是那鬼时 实验室内艾米正悄悄用一栋硬盘复制了研究资料 看到克莱尔后谎称是亚瑟让她完成小美的工作 克莱尔没有在意而是走向检验箱 她从中取出之前扎卡分析的样本储存器 打算交给小优尝试恢复数据来找到凶手 没多久小优就找回了当晚的样本匹对数据 最终发现科瓦尔指甲内残留的皮肤碎血 竟然指向了那个脑子不太好使的船员查理 但他们找到的一定是真相吗 另一边玛吉得知亚瑟逃走后一直在寻找她的线索 很快就发现了全球许多顶尖生物学家也纷纷消失 他认为一定是亚瑟的新团队招募了他们 而自己兵女的账号也被亚瑟认出并得知了她的身份 可她不会放弃 之前已经智取过亚瑟一次 他们可以再来一回 一定要让亚瑟付出代价 可玛吉不知道的是他们姐妹两人的童话 早就被一股神秘组织窃听 谁能想到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查理 心中竟然隐藏着一个恶魔 时间来到两个月前 大富奥斯卡正收拾着行李准备出海 弟弟查理想要和他一起去 却被告知无法带他 闷闷不乐的查理来到屠宰场上班 不料口袋中的宠物老鼠米兰达被公投发现 公投让他将老鼠丢到街上 并说查理是个白痴 就该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奥斯卡正准备出海 遇到了满身是血的查理惊慌失措地冲回了家 嘴里不断说着是他先动手的 原来那位公投已经像被屠宰的牲口一样被挂了起来 于是奥斯卡将查理一起带到了这艘邮轮上 让弟弟负责引擎的修理工作 当知道DNA比对的结果是查理 奥斯卡怎么也不相信查理会干出这事 但船长和艾里克只是通知他而已 实际已经让厨师阿远在查理的饭菜里下了药 他吃着吃着就一头栽进了饭盆之中 奥斯卡认为是研究员里有人在DNA测试上搞鬼故意陷害查理 他查到之前艾米用卫星电话并不是打到家里 以此要挟艾米在日落前找到证据帮查理洗脱罪名 否则就公开他是内鬼 与此同时艾里克在科瓦尔的桌上寻找不到那本被撕过的笔记本 他认为可能是凶手拿走了他 小悠把马吉的身世告诉了克洛伊 同时也看到了马吉的妹妹希尔维亚 此时的希尔维亚正从科瓦尔所在的科学院出来 他开车来到马吉的住所把自己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认为科瓦尔和亚瑟的女儿应该是一起参加了亚瑟的科考队 这时跟踪希尔维亚的神秘组织冲进了屋子 两人用路脚标本杀死一员 虽然马吉用枪解决了剩下一员 但希尔维亚却被对方临死前击杀了 这时马吉杀死的山下至久的幻象出现在他面前 询问他这一切是否值得 他再怎么复仇母亲莎拉和妹妹希尔维亚也不会活过 马吉说自己并不是要杀了亚瑟 而是要他饱受痛苦地活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亚瑟和他的女儿 克洛伊觉得小悠想得太复杂了 马吉控制船上的人可能性不大 他们这些研究员都是亚瑟临时从全球招募而来 反而他们的藻类研究成果才是船上最值钱的财富 容易引起他人的窥探 小悠则用黑客技术开始破解克瓦尔的笔记本电脑 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他被杀害的线索 查理从一间封闭的舱房内醒来 开始不断地砸门想要出去 他大喊自己什么都没干 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 奥斯卡安慰他也不起作用 此时的实验室中 由于之前冷藏室电路短路造成了半小时停电 培养舱内的藻类就损失了12%左右 黑暗是这类植物的最大天敌 这时艾米想起了大副的要挟 他告诉亚瑟自己意外发现 大副在船上集装箱内似乎藏了东西 经过一番寻找 亚瑟果然在一个集装箱内 找到了一个便携性的藻类培养仪器 看到有人想要拖自己的研究 亚瑟陷入疯狂的边缘将仪器砸成稀烂 几人找到船长询问 为什么奥斯卡会做出这种事实 整艘轮船的便利突然中断 原来是奥斯卡见艾米没有帮助地理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救出查理 他在引擎室将发动机停止 以此要挟船长他们释放查理 亚瑟夺过电话说 发现了他藏在集装箱内的东西 质问对方是为谁工作的 为什么要杀了克瓦尔 奥斯卡当然是艾米陷害的 可他解释已经没有用了 这时查理撞开了舱门逃了出来 完全无视小美冲向了船底舱 奥斯卡得知后和船长两人前去寻找查理 因为只有他才能说服弟弟 可不了黑暗中查理以为来人是抓自己的 紧张过度直接抓住对方的脑袋撞向钢管 等发现自己把哥哥奥斯卡杀了后 查理开始陷入内疚和恐惧 船长走进来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不料却惊醒了查理这头逐渐失去控制的猛兽 临死前他想起上船前采访奥斯卡的一幕 我最大的恐怖 是让我死 把查理留下自己的 错杀自己哥哥的查理仿佛一只受伤的野兽 在邮轮上尽情宣泄着自己的愤怒 这座像海上孤岛的邮轮上 有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选择保持坚默 有人为了目的不惜成为杀人帮凶 也有人在这种环境下是放出自己的黑暗面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 亚瑟在监狱中自杀被救了回来 医生劝解他可亚瑟却说自己不是处于危险中的人 这个世界才是 自己原本可以对此做点什么 可他们却逮捕了自己 并把自己关入了监狱 他已经收购了这个世界 可这时来了一个白发老人 他对亚瑟的过去丝毫不感兴趣 只是看中他全球顶尖的生物学才能 邮轮上除了控制室其他区域电力全部中断 好不容易研究出的星星藻类开始不断死去 埃里克不断呼唤着船长和大夫 可对面两人早已在舱底倒在血泊之中 女副船长开始对外发送求救电讯 收到了一条日本渔船的回信 但需要18小时才能到达 可黑暗中亚瑟的藻类最多只能再存活2小时了 他要求剩下两名船员下去发动引擎 却被女船长以人身安全为由拒绝 亚瑟等人从邮轮图纸上找到了应急发电机的位置 但是不仅需要120米长的电缆 还需要至少两人去抵舱将电缆手动截入 但船长和大夫的死亡令人恐惧 给船员多少钱他都不肯下去 这是一旁沉默的厨师阿远说给他50万美元就去 就在埃里克和阿远扛着电线寻找应急发电机时 亚瑟和艾米来到集装箱找到之前 他砸坏的便携是藻类培养的器 想试试能不能修复保住一些海藻 可当时亚瑟砸得太狠了 遗器已经无法修复 于是他打算利用遗器中的一些零件 让小悠帮忙制造一个小型可随身携带的东西 等那艘日本救援渔船来后方便带上去 可艾米却对让小悠等人也参与进来有些抗拒 在亚瑟心中除了他女儿之外 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他真正能信任的 克洛伊和小悠来集装箱查看了遗器 认为方法可行 但需要3D打印机制作几个关键性部件 船舱内艾里克和阿远拖着电缆向着目的地进发 艾里克询问阿远是准备拿了50万美元就退休吗 可阿远说自己热爱做菜 但他在船上做了20年厨子已经厌烦 打算拿那笔钱去买个餐馆自己做主厨经营 不久后两人终于来到备用发电机舱 艾里克被查理袭击手枪掉落 被他掐住脖子按在船舱墙壁上 自己那50万美元也要打水漂 阿远掏出菜刀捅入了查理的后背 查理松开了艾里克将他扔在地上 转头用恐怖的眼神看向阿远 突然将他推倒在地 狠狠一脚踩爆了阿远的脑袋 受伤的查理转身离去 而艾里克躺在地上生死不知 见到两人又失去联络 亚瑟焦急地来到控制室让船员小飞下去 并愿意给他10万美元 亚瑟给小日本50万买命钱 踩点小黑10万 小黑同意但是要亚瑟将枪交给他 正当亚瑟内心犹豫是否要给他枪势 对讲机中传出女儿小美的声音 艾里克遇险后他不顾危险自己前往了发电机房 亚瑟拼命哀求可小美仍然一股心 他在舱底找到了被爆头的厨师阿远和昏迷的艾里克 但此时还早只剩最后一些存活了 小美只能接上电源后将培养舱的电力恢复 可当他转头就遇到了查理 小美尝试和查理沟通 说自己知道他的宠物老鼠米兰达在哪里 查理说自己除了米兰达没有任何朋友 他不需要小美这种会把自己关起来的朋友 掐住他的脖子准备置其于死地 这时艾里克及时醒来捡起枪朝查理腿上射击 并带小美逃回了甲板 实验室内小悠终于破解了科二的笔记本电脑 克洛伊发现里面研究分子结构和亚瑟的一模一样 并且是被杀当天创建的 克洛伊来到亚瑟房间想要告知对方这事 看到房内无人他开始搜索起来 另一边马吉找到了小美的住所 用头撞向围栏 装承小美的表妹找到他的室友利亚姆 对方看马吉头上受伤将他带回家中治疗 马吉询问对方小美的动态 从利亚姆手机里看到了一张小美在一艘智利游轮前拍的照片 接着从小美的房间内找到一封亚瑟写给他的遗书 说自己已经受够这个世界的愚蠢和不公 他已经接触到了自己内心黑暗的意味 并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扭转一切 就在马吉离开准备前往智利时 被人绑架劫持进一辆车里 而指使人正是亚瑟狱中见到的那位白发老 克洛伊在亚瑟房间的书架顶上找到了一本笔记本 正是死去科瓦尔遗失的那本 而笔记本中不仅夹着科瓦尔的门卡 还有他研究出的分子结构图 这无疑证明老亚瑟就是杀死科瓦尔和扎克的罪魁获手 此时还早得救后亚瑟回到房间正好撞上科洛伊 他立即逃进了卫生间把自己锁了起来 开始拆起自己鞋带来 门外的亚瑟不断敲门让他出来听自己解释 可克洛伊知道自己出去就死定了 只能不断地敲着窗户大喊救命 与研究员挥起罐子疯狂地砸向身下的男人 原本他只是想偷偷赚点外款 却忘了凝视了深渊的人 也被深渊凝视着 时间回到北极星事件之前 生物学家艾米和老亚瑟的关系非常亲密 但是亚瑟是个把研究作为第一位的人 在去北极星的人选上 他选择了能力更强的安妮卡而没有选择艾米 并且他认为艾米不去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是为了他好 这也是上这艘游轮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故事紧接上级 两声枪响惊醒了船舱内所有的人 众人来到亚瑟的房间 只见他痛苦地捂着受伤的右手坐在地上 说克洛伊想要杀他 艾里克来到厕所发现 克洛伊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失去了心跳 亚瑟会声晦色地说 克洛伊躲在厕所拿枪偷袭自己 他手握住枪管时被他击伤 接着他抢过枪后走火不小心杀了对方 艾里克想起了团队中的那位内鬼 他从克洛伊的身上搜索出那张克洛尔的门卡 更是确定了他就是隐藏着的狼人 认为克洛尔和扎克应该都是克洛伊所杀 而亚瑟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克洛伊在上传时的采访记录中 得知是由老亚瑟领队后就曾提起过意义 亚瑟利用演技和手段成功 将察觉自己所谓的克洛伊灭口 并把罪名全推到了对方身上 可就在他离开房间去医务室时 却突然昏倒了过去 医务室内众人发现亚瑟右手臂 有一次烧伤引起的感染 亚瑟说只是几天前实验室内的一场 酸液泄漏的小事故 所以他也没和别人说 出门后女船长告诉艾里克 有人偷过医务室的马费 而船上没有人耗着一口 艾里克此时有些怀疑是老亚瑟用来治疗自己伤口用掉 但问题是只要亚瑟说出口 船上的任何东西都会优先攻击他 为什么要偷偷的治疗呢 女船长又问起亚瑟为什么会有枪 艾里克说自己给他的 但突然想起刚才亚瑟房间内并没有看到手枪 他急忙冲回了房间 两名船员正抬着克洛伊的尸体前往厨房 可他们都不承认拿过手枪 另一边艾米悄悄来到小悠房间 认为克洛伊的死有蹊跷 小悠说出因为自己破解了死去克瓦尔的电脑 才导致克洛伊去找亚瑟的 他现在已经无法相信曾经的偶像亚瑟博士了 但他可以确定克洛伊绝对不是内鬼 艾米此时终于袒露自己才是那个内鬼 但他只是为了将海藻样本卖给别人 如果小悠帮自己就给他500万美元 就这样艾米用金钱成功将对方拉拢 不但帮他复制了所有研究数据 并打算做出两个小型便携存放海藻的仪器瞒天过海 义务室内小美怎么都不认为克洛伊会干出这种事 而老亚瑟又展露他精湛的演技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黑暗面 但自己在狱中待了一年多 他意识到自己亏欠了女儿 哪怕整个人类世界不值得被拯救 亚瑟依然希望得到女儿的原谅 这才是他唯一想要的 小美看着父亲也动情地哽咽起来 班师提到冷藏室的船员发现死去克洛伊的右脚绑的鞋带 他将这一场告诉了艾里克 于是亚瑟被叫到了冷藏室 克洛伊的小腿上用笔写着凶手是亚瑟 艾里克已经明白船上所有的事件可能都是亚瑟做的 但他不明白亚瑟为什么要这样做 毕竟杀人是需要动机的 接着亚瑟说自己的实验成果才是艾里克身后人需要的 他的所作所为轮不到艾里克来管 而此时邮轮又遭遇到了另一场危机 查理从底舱找到了一个通往甲板的出口 他上去后把一艘艘救生船放下水 断掉了所有人的逃生之路 女船长看到这一幕焦急地找到仅剩的两名船员 可小黑从大胡子那得知亚瑟给阿元50万 只给自己10万正在升起 不愿意去阻止查理 他掏出从死去克洛伊身上找到的手枪拒绝了女船长 实验室内第二个储藏仪器即将完成 小悠突然手中提起一罐液态清对准艾里 原来他在做仪器期间查到了小美被关冷冻室时 艾里有刷卡进入的记录 认为如果自己交给艾里样本和数据 他也一定会杀了自己 艾里只能向他解释那天的事情 他趁着小美进入冷藏室后封住了门 然后开始用移动硬盘拷贝数据 并没想过要让对方死 他需要不在场证明于是来到甲板上看着众人放下救生船 算好一分钟时间再次找借口离开回到实验室 想要拿到拷贝好的数据并放小美出来 可不料小美让冷冻机短路 导致自己进不去实验室了 他从来没想过要伤害小美或者其他人 这是3D打印机完成的声音让小悠转头看去 艾里抓住机会将他推倒在地 两人搏斗中艾里再次将小悠踢倒 举起罐子狠狠地将小悠砸到死去 随后清理了现场回到甲板上 装成一切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这时整艘邮轮的警报声响起 女船长发现舱底的引擎被查理启动 并且他关掉了制冷设备 此时发动机已经开始过热 再这样下去这艘邮轮将会爆炸 所有人都将同归于尽 另一边马吉被抓到了这次科考队幕后老板的家中 让他录制一段承认是自己杀了北极新科考队八名成员 并嫁祸给亚瑟的声音 原来这就是亚瑟愿意去邮轮研究所提出的条件之一 等他带着能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藻类研究成果回来后 就能借此洗脱罪名并且名利双受 一艘名叫亚历山大号的科考邮轮上 所有科学家和船员离其死亡 当警方赶到后除了满船尸体 只找到了唯一的一名幸存者 这场惊险万分的科考之旅终于来到了大结局 邮轮上的幸存者是狼人还是受害者呢 时间回到两周前 艾米敲响了亚瑟的门 将便携海藻仪器交给了对方 并希望尽快回家和家人团聚 控制室内众人正商议对策 如果引擎爆炸所有人都会死在海上 女船长响起船尾还有一艘救生船 艾里克建议所有人乘船到海上等待那艘日本渔船的救援 可召集人员时发现小游不在 艾米撒谎说她想休息一下可能睡着了 艾里克让其他人收拾行李准备弃船离开 她再去寻找一下小游 但找寻小游的艾里克在实验室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一直蔓延到了海藻培养舱 艾米回舱后将另一个便携海藻仪器装入了背包 看着自己孩子的照片流下了眼泪 亚瑟在自己房间内用针管注射着什么 听到女儿的敲门声后她盖住了桌上的东西 原来小美是想要找到北极星大屠杀的真相 亚瑟将事情起因和经过都告知了女儿 一切都是马吉为了复仇陷害自己的 动情的演技再次征服了小美 她相信了父亲的话语 女船长不愿意放弃游轮离开 认为她是船长要坐到船载人在 她说服大胡子冒险跟她前往底舱打开制冷设备 可就在他们成功启动后 查理出现将他们锁了起来并抽取了船舱内的氧气 无法逃出的两人只能威依着死去 艾里克交给所有人一些饮用水带着他们前往船尾的救生船 不料此时小黑出现用枪挟持了小美 亚瑟从背包中拿出那个便携海藻仪器 说这个东西价值上瘾 用它来换取女儿的性命 小黑让小美捡起仪器却没有放开它 他认为这些研究都是狗屎 直接将仪器扔进了大海中 亚瑟看到研究成果魂一弹 疯狂地向着小黑冲去 艾里克乘机将手枪打掉与小黑搏斗起 可没想到亚瑟捡起枪后一发子弹将小黑爆头 小美看到几分钟前还说自己不是杀人犯的亚瑟 亲手在自己面前杀人 不敢置信地看着父亲 亚瑟解释是因为对方想要杀小美才被迫动手的 而艾里克捡起亚瑟背包时发现了包里那本科瓦尔的笔记本 他要求亚瑟交出手枪 对方却直接将枪扔入了海中 四人驾驶救生艇驶离了邮轮 而甲板上查理注视着他们离开挥了挥手转身走回了船舱 救生艇行驶到安全位置停了下来 准备等待几小时后日本渔船的救援 亚瑟从包里掏出几瓶饮用水分给大家 小美非常感动刚才父亲用科研成果换自己的行为 因为他一直认为亚瑟把科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件事让他对父亲的印象有所感官 这时艾里克突然问起艾米关于小优的事 说他是个两面三刀的混蛋 他离开时在实验室的海藻池内找到了小优的尸体 艾米说小优才是内部 接着从包里拿出小优做的另一个便携仪器 说是小优悄悄做的 他发现了对方后失手才将小优杀死 亚瑟认为艾米可能是因为钱财 也可能是为了报复自己 但不管怎么样都谢谢他让他失而复得 可亚瑟打开包放入一气时 发现里面的笔记本不见了 艾里克拿出笔记本让他解释为什么带着他 接着将笔记本交给小美 让他查看记载的研究数据 小美看了一会后不敢置信地看向了父亲 他发现了一个将所有人都欺骗了的惊天骗局 科瓦尔研究发现细菌和藻类并无法存活 他们研究出来的根本不是解决气候变冷问题的海藻 而是一种毒素 这时艾米和艾里克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他们看向手中的饮用水 亚瑟竟然给他们下毒了 亚瑟此时也不装了 他拿起船上的信号枪防范着艾里克 冷漠地看着两人口吐鲜血倒在船上一一死去 小美此时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陷入了崩溃之中 亚瑟开始讲述邮轮上发生的一切 庆功宴上科瓦尔独自来到实验室对研究成果进行核对 发现亚瑟的研究根本没有成功 亚瑟说他会亲自检查一下数据再做决定 可不久后他带着酒来到科瓦尔房间 说他不会再接受失败在酒里给对方下了毒 为了防止对方叫出声亚瑟勒住了他的脖子 却不料科瓦尔临死前狠狠咬了手臂一口 科瓦尔很胖他无法将其带离船舱扔入海中 于是想起了北极星号上马吉所做的事情 决定把事情扭转成对自己有利的模样 他来到厨房偷了一把刀 将科瓦尔的头窃下后扔入海中 接着从医务室偷取了一瓶马飞给自己手臂注射 用硫酸将自己手臂上的咬红腐蚀成实验事故的模样 可随着艾里克在科瓦尔指缝中发现的皮肤碎线 事情又一次偏离了轨迹 于是亚瑟在实验室的咖啡里下了要打分弄晕小美和扎克 不料扎克没有喝咖啡 亚瑟将其解决后修改了DNA的测试结果 并破坏序列器使其更真实 最后将扎克抛尸进了大海 脑子不好使的查理则成为了他的替罪羊 可不料克洛伊开始扮演侦探识破了自己的身份 他只能开枪将其击杀 将科瓦尔的卡片塞入克洛伊口袋后 再忍痛朝自己手掌开枪 伪造了对方要杀自己的现场 而最后饮用水中下毒是离开邮轮前准备的 他用注入毒药的水调换了艾里克给的饮用水 用此来一举解决其他人 等亚瑟带着假的海藻样本回去后 既能用马吉的认罪录像洗脱自己的谋杀罪名 又能获得一大笔钱带着女儿原走高飞 可亚瑟千算万算依然没有算对人心的复杂 小美抱着父亲一起栽入了海中想要和他同归于尽 两人就这样沉入了大海 而邮轮上查理再次穿上工作服 并戴上死去船长的帽子 来到控制室不断鸣笛玩的不亦乐 一天夜晚他听到直升机声音来到甲板 被和枪尸弹的军队包围 看到他手中拿着刀 士兵们将其开枪打死 马吉通过自残来到了邮轮幸存者所在的医院 他透了一件医生的衣服来到了病人房间 举起手中的剪刀走向了病床 可病床上的并不是他的仇人 而是亚瑟的女儿小美 原来潜水的爱好救了他一命 从小美嘴里得知亚瑟已经死去后 马吉发现自己的复仇成为了泡影 可这是亚瑟的幻象出现在他的耳边 嘲讽他白跑一次 接着看向病床上小美 全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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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t Angela